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寶若董 大家好 在錄音室裏面有我白兵 有天命 還有寶若董的阿寶 寶哥 叫小寶可以了 今天就是第四集 去到EP4第四集 其實我們都可以開放一些服務給大家 如果大家在生意上遇到任何問題 或者你的朋友遇到什麼問題 都可以去PM我們 無論是6秒就一般 PM我們的Facebook或Instagram 都可以問一下我們 最近我的朋友遇到什麼問題 你們怎麼看 為什麼突然忽發其想有這個服務 其實只是舉手之勞 因為我們有一位讀者也是問 是 你是不是有問題在手 是 是 他就說他身邊的朋友遇到一些問題 這樣就PM了我們 那我們就叫做 本住徐步安良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興趣 我們就決定幫他 好啊 那你說一下問題 有些朋友就PM我 就說他聽完了寶若董的第一集 不知為什麼是昨天才聽完 這件事很髒 然後他就跟我說 有兩個朋友就入了一間直銷公司 是 一個應該做了很久 另一個就剛剛開始 他們兩個都是這位讀者的好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他們兩個是這個直銷公司的人 都很想拘捕我們的讀者進去做 他又不知怎麼算好 他覺得很迷惘 而且有點崩潰 以他所知 他兩個朋友 其中一個給了二十幾萬 另一個就給了十幾萬 他就非常無力 和無奈 無力挽回 就問我們有沒有什麼意見 那你有什麼高見 那你有什麼高見 高見來說 首先副析一下 這位事主 這位司主 其實他崩潰的位置在哪裏 你覺得 或者他的壓力在哪裏 我想應該是 你見到一個朋友 身陷泥沼 而你無論為力 但是其實 要不就是他跳馬房 麗子那裏 其實也很棒 其實也想證明 其實街道不是那麼涼 怎知道原來真的很涼 我覺得 你看回這個麗子 首先跟讀者說 建議是什麼 你暫時都不要找他 他用了十幾萬二十幾萬 其實換句話說 你兩位朋友都投放了很多他的時間 甚至是成本 甚至是不省的積蓄 甚至是負債來做這盤生意 那這個也是其實 這個直銷行業 很引人救平的一個地方 我怕你說引人入性 也很引人入平 如果你不是引人入性 你怎會無端端 吊二十幾萬下去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其實 我想你讀者朋友 就可以跌心水了 悲觀一點點 要是加入他 要不要加入他 如果你不如打敗他 你就加入吧 但是 你隔一隔 我覺得最好 都是你跟他說 你興趣不大 這些賺錢的機會 留給其他人 這幾年我都賺夠了 沒錯 因為其實這個也可以 講一下 這個行業的東西 我覺得 為什麼 好像鬼見仇 那樣 外人見到鬼見仇 但是 裏面做的那個 又很開心 每天都彌撒 萬歲萬歲萬歲 因為很有趣 其實我年少時 都跟朋友聊 搞什麼生意 好啊 然後有朋友說 搞邪教 最好 高人也是這樣說 其實 直銷 某個程度上 都是用一些邪教的方式 來營運 他的生意 不是一粥高 打一船人 不過都打了九成 那半 即九條船 即九半船 很多都用這些方法來去營運 我們今天都可以講一下這件事 即是讓各位聽眾自己去思考一下 你究竟懂不懂做這一行呢 幫助大家不要墮入羅網 你是不是用一個自由意志 第一去參與 還是你已經被影響了你自己不知道呢 因為 到底是命中注定 還是有自由意志 還是平衡宇 平衡 那就是在解答這個朋友之前 其實我們到最終都會盡量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他的朋友成 成 但在叫做比方法之前 其實都要講一下 究竟直銷是什麼來 你要明白到裡面是什麼 你才可以所謂破解到它 或者你可以解釋得很好 好 那我講解一下 其實何謂直銷 直銷簡單來說 我們就叫做MLM 就是MTLM MTLM MTLM 就是用一個多層的形式去做 其實這種營銷的形式 首先在 我沒有記錯 糾正我 如果有讀者才知道的話 在美國有先起事 其實他們就聲稱我們都要賣產品 假設我這件產品是賣100元的 其實可能我70元是拿來賣廣告 所以我就要賣100元 反過來不如我找人敲門 敲旁邊的屋道門 我這件產品很好用 我將70元變成你的佣金 或者我那件貨可以賣便宜一點 那就一家便宜兩家著 本身100元我是找斯朗賣廣告的 今天是80元 本身斯朗我代了70元 那你就代50元 不過就是你去敲門 你去買 買的又便宜了 你又可以賺 我想這個營銷手法 其實在以往網絡時代未勝存的時候 其實是很流行的 因為資訊不發達 你變相其實你做很多東西 網絡宣傳的成本 譬如假設你要賣電視廣告 你以前只有電視廣告 或雜誌廣告 你可以賣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成本很大 你站在一個我叫生產者的角度 但是隨著現在時代演化 其實就是很多東西扭曲了 可能以往有些人是這樣做 但是現在基本上其實直銷公司都是賣一件最主要的東西 不是那些產品 是一個背後你能夠不勞而搏的一個夢想 其實是賣這件事 I have a dream 所以說多一點 就是所謂MLM 為什麼可以multi level 這件事其實跟保險都很類似 那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做 譬如當我是阿寶 我現在就是天子一號粉 那我就成功叫了阿 天明 天明 我也想到你很爺的 我從後來殺了我的小孩 差點說了真名出來 就是叫了天明入會 幸好不是Live 是Live 我就叫這個名字 好繼續 就是Live的天明入會 譬如當我買牙膏這樣計算 你彭牙都不是很乾淨 我叫你不如進來買牙膏 這些牙膏真的很好正的 你入了會了 然後他就是 簡單來說他就是我一條叫下線 就是他就是我的小孩 我這條小孩 他出去再收小孩 又做到生意 那我又會有錢分的 就是等於我的孫子那輩 做到生意我又會有錢分的 那這個叫multi level 你叫做一層傳一層 一層傳一層這樣 那他設計這件事的理念是什麼呢 他就是想有一個指數性的爆發 譬如我一個人叫兩個人 那兩個人又叫兩個人 那一變四四變十二 來做一整個星期更加諷刺 是啊很諷刺 所以這個就是本身這些我叫直銷公司背後的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核心它的 不是核心價值 就是核心的一個經營的一個模式 是這樣的 那再進身 就是我叫做伸延下去了 那很多人會說這些直銷傳銷公司是騙人的 那什麼叫騙人呢 我們就可以定義一下什麼是騙人 那其實何謂騙人呢 就是簡單點說就是 你就是好像剛才那位聽助那樣 他可能已經堆了二十幾萬下去去買一些產品 他叫做 不知道紅酒還是香粉 就是香港最出名的有一間就叫梁碧書 我們要改代名詞 我就改了 叫梁碧書 叫梁碧書 那就是你用很貴的價錢買很多香粉 可能你這一輩子 人家都可以一路文書 直到你死為止 索對你生癌症 死亡還沒索完 其實他們就是這樣做 所以為什麼會叫騙錢 因為你投放了一些錢 你收不回 你投了二十萬下去 那你要賣多少人 或者你要收多少人才能收回你的成本 那就是那樣東西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 我叫騙人 或者叫做那個觀感很差 其實還有很重要的原因 我不知道在座兩位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人試過 即是說很久沒見朋友約你 突然間聊些事情 最近有些商機 可能都未必用商機 做生意 我也有試過 我也有試過 所以看到這個東西的滲透很強 他就約了你某個地方的咖啡店 然後聊幾句之後 不如我帶你去公司看看 上辦公室 然後你又被人混亂了幾個鐘頭 是這樣的一個轟糕 這個就是很傳統 直銷公司 傳銷公司 他做的一種方法 這些就是 他就叫你 如果你入了會 他就叫你邀約 邀約你想哪些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騙騙騙 不會跟你說 是很不光明正大 這些都很類似 賣保險 真的有很多人 還要養到你 很久沒見 你吃頓飯了 我有試過 因為小弟也從事銷售 都叫做見盡人性的光暗面 有一個朋友 都試過說 很久沒見 出來聊聊天 我說 聊什麼 先出來吧 他很直接 他就說 他去了一間保險公司做 有一套話術 就想找人試一下 就想找你出來試 我就直接跟他說 不要玩 我們以前同一間公司 我們學同一套東西 同一間公司 其實以前 不是啊 但你也是找我來的 你也有這樣用過 而且你說你是真心 是嗎 我有這樣用過嗎 是啊 這個就是值得有趣的地方 你也跟我們一個鍾夏sir這樣說過 不是 是真的 不是啊 可以是真的 他也是真的 你有用過 而且你聲稱是真的 我是真心的 你有聲稱過你是真心 可能他也是真心 其實我覺得 這種我叫做 有一種精神領袖的公司 就是 那些人會叫你去 無論是 入會做 這個 傳銷 member 那些 他很多人 都有很大的使命感 他覺得 我是正在幫你 你媽媽 你現在做一份牛工 一個月只有那一萬多元 你要做多久才把那一層樓 你說吧 你看我 你看我 兩個月就已經拿林浦堅來 是啊 那他就覺得 我現在正在拯救我身邊的朋友 其實是這樣的一個思維模式 所以你基本上 譬如 如果一個人我叫做 入戶 即他叫做 入戶入得很深 其實基本上 他覺得他是一個 他覺得 他是拯救你身邊的 黎民百姓 是啊 為什麼不直接給他們錢呢 因為 因為教你釣魚 是啊 我教你一次 我教不了你一輩子 天命 是啊 我真的沒有想過 那些人是這樣想的 但我覺得關鍵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去否釋一下 其實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令到 好像很多人入了魔 這個才是 其實 你要不入魔 首先你要知道他是賣什麼藥 你要不入魔 首先你要本身已經成了魔 我成了魔很久了 現在變回天使而已 哈哈哈哈 守天使 厚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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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了錢 他會接受到什麼的培訓 這個就是重點 其實如果我們都 在座兩位都試過被人約上去 其實首先他會用幾個小時 的時間去講一些 他叫做商機介紹會 類似同樣的概念 跟你講一個商機在面前 你怎樣去把握他 離不開幾大邏輯 第一個邏輯是什麼呢 推到你現有相信的東西 的價值觀 例如是什麼呢 你說 我有上過 是不是去報Live 就是買奶粉 就是思朗那個 是啊 不知道買奶粉 還是吃健康的東西 有些膩膩的那些 那就是去報Live 那他上去 這個經驗真的很過人 我覺得 那是我一個大學同學 那我知道他 就是 我出來做事之後 有去過B&I的那些 咦咦 我們可以上個星期去講B&I 會不會被人斬的 可以說 不會這樣說 他有收視嗎 沒有的 不知道有沒有 是的 那都有在B&I的場合見過他 但是不完全知道他要做什麼 後來就知道他要做直銷 那我就沒有什麼所謂 我真的不會歧視這些 我都不會 那有一次就不知道 因為他和我住附近 那所以就不知道 金狗也撞到他的 那他就趕開 那他約吃飯那些 是 然後就上了他旺角的辦公室 那上去就去介紹他senia給我認識 那senia就 本身聊天也沒什麼 就是正正上穿便服的 那誰知道呢 一和你做那些什麼test 就是看你不知道 血脂還是脂肪比例 那一做那些 他不能穿完白色袍 就是整個程致命這樣 穿完之後就變成了醫生 但是 好像costume的感覺 你不是想 你是假裝醫生 還是怎樣 你想怎樣 最後我是有幫襯到的 剛剛阿寶哥說 他怎樣可以顛覆你的原有的認知 他說他營養產品 那他一又說 你的身高 你的體重 你就要吸收這個份量的蛋白質 我當是真 他不知道在百科傳書 一揭 是要吃這個比例的 你自己計 總之要吃一萬克 很誇張的 吃到你療酸的 之後他就說一隻蛋 就不知多少克蛋白質 那你每天要吃多少隻 30隻 那我什麼都不用吃 其他東西 好了就幫到你了 幸好我們公司有些蛋白粉 你喝一瓶 你每天 你每天喝一瓶 早餐再多吃兩隻蛋 那就差不多夠了 就是這樣 然後又可以搞到你的體重 又可以膚色好些 皮膚質素好些 長些粗些 就是那些 那他要先顛覆你 其實在這麼多年以來 經過這麼多的基因改造 原本以前那些人沒事的 但現在因為基因改造 每一樣東西裡面的營養成分 越來越低 你已經吃很多菜了 白冰你又吃得多菜 你又健康 但為什麼都不夠健康呢 不關你的事 在DNA的農產品出事 改造了 所以不要緊 我們公司就有些產品 去補充你沒有的 你不夠的營養 就是這樣 其實就如這裏 其實他都做了幾樣東西 第一 其實他穿白袍這個動作 可以點絕一下 扮金道夫 其實你穿白袍 其實他想拿一個權威性人格出來 其實這些很常會用的 因為普遍的普羅大眾 對於一些權威性的 一些形象的image 是很自然的 可能你潛意識都已經服從了 譬如醫生說的話 律師說的話 會計師說的話 總之什麼師說的話 你自然就好像又有些道理 他用那個形象 首先給你一個下馬威力 讓你好像很認真 簡單說就是要帶你去入戲 令到增強他後面說話的一個說服力 突然死了 我以為你想回 我自己也有兩次經歷 一次是去講座 另外一次是被那個傻佬約了上去他的辦公室 然後就談 被他雷了兩個小時 你也是那些專門找你那些 因為我都人緒無害的 我樣子都是易握的 我會形容做我的樣子 所以都會被人抓上去 我很記得第一次就是被人帶上去辦公室 我不太認同你這樣形容自己的樣子 替我們繼續 那你形容我自己的樣子是怎樣 靚仔也爆 什麼人緒無害 男生見到你就怕你搶一個女朋友 女生見到我就怕我搶一個男朋友 女生見到就已經要拿地拖 一頸白在頭上 拿地拖一頸掃到頭上 那次就是 那次就是按鈕 以為有生意做 然後跟了一個人上去辦公室 然後我記得很深刻印象 那個人的衣著打扮 就跟寶哥剛剛說的權威不同 生意失敗 他這麼好 雙眼無神到好像是過了身 然後眼袋超黑超大 頭髮又亂 然後衣褲又爛 然後西裝一看 好像穿了很多星期 然後有一股酸縮味 而且是一些便宜的西裝 嘩很盡 對很盡 他們說開店 荷里活廣場的西裝 學生西裝 很高級一點 高級一點 G2000 再高級一點 好 他講開店 大家猜一下 我知道 兩萬元開店 我忘記了哪間 總之都是開店 你裝我們會員 給兩萬元 等你開店 你就當老闆 到時就發財 對 他最棒的是什麼 他講到 他做些發賣機的東西 嗯 我有緣再講 好 好 他就講一下 你可能脾氣兩脾就開店 然後他講天花龍鳳 我都覺得是暗咎 但他講另外一件事 我真的忍不住跟他說 你真的當我暗咎 我真的兜了兜明來講 你真的當我暗咎 他就說我辦公室樓下 有一間店 每個月賺多少錢 每個月賺多少錢 我心想 我又不是第一次經過你這個商場 我是見過你的店 24小時都沒有人 你不要跟我說笑 你在那裡賺到錢 你真的當我暗咎 那他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 我真的賺很多錢 他真的這樣跟我說 我真的賺很多錢 那他又沒有錯 我真的賺很多錢 因為他不知道是好吃的 我叫糖 是呀 他講到自己開了那間店 是呀 是呀 然後他也講到 被動收入 就是剛剛寶哥說的 一路永日 一路永日 他講到自己 我很多店舖的老闆 我現在就這樣被動收入 每個月幾十萬 現在要來 是呀 走的時候 我很客氣 當然是很假的 我帶我上去的朋友說 好像很有能做 可以 再聯絡 一回到他就馬上鋪掉所有東西 喔 鋪掉 另外一次我上去的講座 那裡也很有名的 上了報紙的 叫噴噴 什麼噴噴 香水噴噴 好像是 還是護膚噴噴 今次美圖 瘦瘦瘦的朋友 是的 不要緊你繼續 上去是很傳統的 你說很有名的 是很傳統的 他就告訴你 破天荒案一個革新的產品 可以取代市面上所有的護膚品 可能我知道什麼 是不是N字頭 我忘記了 但是他們都叫噴噴 還是N字頭 Nu 隨便 這種產品已經榮獲了 多項國際大獎 專利 無限這麼多的專利 在北丹已經做過人體測試 其實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就說 拿過很多國際大獎 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過了很多不同國家的藥品檢測 然後你看看我們的老闆 他一個月的時間 就已經駕遊艇 是因為他本身的兼職 是一個遊艇的駕駛員 你看看這個 我們其中一個改變人生的故事 你看看他 由一個小狗 現在越入過千萬 你看看他的家人 他現在的家人 全部跟著他一起做 全部都越賺百萬 這個就是改變人生的故事 哇 聽到是 我心想 你真是當我狠狗 但是全場很高興 當然 因為有很多媒體 你看得出很多媒體 嗚呼 嗚呼 然後就 我又要駕遊艇 然後我很直接跟我的朋友說 因為那個朋友是比較熟 暫時看來應該還未爆煲 你可以先做 我你不要想 我你不用想 但我覺得你可以先做 那到最後呢 到最後兩個月後他就爆煲 噴噴爆了嗎 噴爆了 是 上了報紙上了蘋果 爆了 你被騙了你的朋友 我不知道 我眨眼看我覺得還未爆 你是女兒來的朋友 我眨眼看我覺得還未爆 你燈死了噴噴 是 噴死了 誰說我還未死 他就爆了 我不知道 可能現在還苟然殘存 因為其實 改名而已 對直銷來說 爆是好事 好死的 他爆一爆 我正在清手札 原本了一把廢 對他來說是好事 我再找花傻佬回來 一些吸金的遊戲 然後我大大下 都有人再叫我去做直銷 不過方式不同了 是 就是直接是那個人開了直銷出來 你也知道 直銷很難找得 現在你就是天智第一號 噢 好棒 你下面那些 我Recruit那些也好 你Recruit那些也好 你也有分手 全部都在你下面 就是這樣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但是我說 我不聰明就做直銷算了 就是這樣 誤過了 誤過了 我直銷我認識的老闆本人 但是賣紅酒 賣Kickleclat的東西 可能就是有錢的老闆 就是這樣 有很多的 就是這裡可以再講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講到這裡 其實講解拆開你的信念 你看到其實我座座兩位都沒有被拆開 我們都古怪的 其實大部份人為什麼直銷可以長存 其實都是在掌握你幾樣東西 其實我再講一次 其實第一是什麼 其實就是他去推倒你的原本價值觀 特別是關於工作和財富的 就是概念 認知 他們會用一些比較具體的例子來去推倒你 例如你現在還有一個侍應的 萬三萬人工 你試一下現在計算一下 你要打多久才可以 買一層樓的首期 那你已經很肯絕望了 就是你這個人又真是混蛋 如果你現在繼續做 你香港買不到樓 娶不到老婆 生不到兒子 你絕子絕孫了 就是他會用這個來推倒你現在工作的東西 然後就是給你一些機會 給你一些希望 就是他跟他說 最主要都會說什麼 第一就是多勞多得 那你現在越賺得多人 你就越賺得多錢 第二就是跟你講不勞而獲 就是好像兩個互相抗衡的一個概念 你可以繼續做事應的 不影響的 你可以走遲的時間做的 這邊找得多 就是quit做的正職 沒有東西錯 不會有損失的 我會幫你起步 我現在有一個成功的系統 也是有很多系統的 因為人都相信系統這兩個字 很沉迷迷戀這兩個字 他又會講他的系統 然後他會開始怎樣呢 開始跟你講很多成功的例子 因為你只講你不相信 他會拿些什麼 可以用什麼方法去曬 例如我有一張樓單 你看看 剛剛出了樓 四百萬 你看看 匯豐銀行 HSBC寫著我的名字 又是那些傳統的東西 戴什麼錶 開什麼車 吃什麼飯 這個人不要想這些 吃什麼飯 去哪裏旅行 給你感覺到我這裏的人真的很賺到錢 你又覺得其實大部份人一開始是怎樣 嘗嘗都沒有壞 嘗嘗都沒有壞 你會有一種這樣的 你一刻我記得拿一百萬來 你當然會很慘 現在一百萬不用了 特別開了計劃給你 一雞就行了 就買個機會 沒有油育肉尺 其實通常會這樣 然後你就種了 種了之後 你進來我們的家庭 他們很流行用一些大家庭的方法去營運 即我們兄弟姊妹 我們父母 類似這樣的方法 就是再加一些感情的牌子在裏面 然後他就會再叫你 其實做生意的事情 你不投入 你賺不到大錢的 對 那我旁邊 你現在有幾張信用卡 我三張 不要緊我幫你打去 提高那個信用額 即場就錄你二十萬 即是很多 其實他們是會 他們那個營運方式是覺得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因為他覺得他要幫你拿個決心出來 Push到你去極限 對 你的決心 即是很簡單 你沒有那個決心你就死了 是 你有推到你怎麼會成功 有沒有聽過什麼破虎尋舟 都是這些來來會會 有講過這些故事 即曹操的破虎尋舟的故事 這個是耶穌分紅海那些 一樣 即是你不給我吃 我就混蛋 即他是這種的方法 然後你就會 因為你越進去其中的時候 你試想像一下 如果這一刻你 只有五萬元身家 然後你拿了二十萬出來 你真是神推鬼用 總之這些沒有冷靜期的 神推鬼用 然後你那一刻你的心態是怎樣 你一定是會 去合理化你的行為 即是你會重視你的行為 hacer生意二十萬又不貴 是的 你趁年輕人不薄 什麼時候薄 賺硬的 那些紅酒我進來100元 我沒理由8〜2、000萬 買不出去的 收要內交的 你你就會 那你就會 開始把這些東西 成為你的信念系統裡的一些信用 然後每日可能都會有一些 我們叫做個領導 或是叫大佬背的人 出來去怎樣呢 去去募集你 他們的目標很簡單,盡量在你死之前,出最多的朋友、親戚、女朋友、哥哥、弟弟,總之那些都拿出來 如果你是好運的,繼續幸存下去的,那就恭喜你,不行的,你就死吧,下一個吧 其實背後那個唐衣的毒藥後面就是賣這些東西,說多或少都是類似的 亦都是一種可以透過現在的工作去突破你現在的工作的困境、財富的困境,都是這種的模式 還有大家可以嘗試去導入多些看,因為我們在局外看永遠都是傻的,每一個片案都是傻的 哪有理由會買的,中國概念股哪一個會買的,但也很多人買的 有些聽眾說,我有買的,第二天的股票就不能用了,那些WhatsApp群 所以我們一定要代入當事人為何會中的,你要代入到 思考心理狀態 心理狀態是甚麼 然後呢,我們就要先講一下,那個銷售士究竟會用甚麼的力度 去要我一定要Sport Closing 這個就是我一定要那一下,第一次見你,收你錢 就要Closing你,就要拿到你的這張單 他們會去到跟你死磨爛磨,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五小時 精神均窄,這些美容都很多時候會用 精神均窄就是,現在的機會放在那裡,你等甚麼 你給我一個原因,為甚麼你不馬上買 你當然有原因的,你給我一個原因 其實說到最後,你就不夠缺心 不斷說,不斷說,說你兩、三個小時,你去到一個時刻,你開始軟化 其實都好像買得過的,又不是說真的很多錢,欠完又不是還不起 所以他去到這些時刻,就是會用這個力度去推薦 叫你借錢,跟著你下去按機 因為他們的銷售士是知道,只要你一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你整個人就會醒了 一落到生氣,其實都可以想一下 打個冷震,你又冷靜回來了,你又未必真的去按機 所以他會陪伴你下去按機 沒收到你的身份證,不能給你 還有他會用一種壓力,其實很多人都不會說No 很多人就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好像不太意思拒絕他 然後你又慢慢被人推進一個泥沼裡面 那個壓力,無端端,個人都說Yes 突然你要站起來說No 其實都不是容易的 還有有時候他們會有機會有妹妹,但又不要忘記 即使他跟你銷售的時候,1-1,隔離桌可能又有人 有些聲音不聽 不知道哪間房間又有人,旁邊那個他又裝了 會拍手掌聲的 恭喜5號台的朋友成為我們的藍鑽石會員 黑金剛會員 又成為藍鑽石 即是這些啦,然後除了直銷 應該這麼說,直銷除了你朋友會找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街市有些妹妹找你做文卷 那些妹妹都是直銷的 都說這些,美容也有 美容也有,她都是給你一個很簡單的文卷 但最後她會留你電話 而那些妹妹,每個人都長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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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你的朋友在Tinder上認識了,然後上到去也是做這些的 是啦,這樣就夾了他,上到去也是這樣 那你又會出現那時刻 就是因為你是增添了女生的美食 然後你就會判斷力又弱了 你才做過文卷,多漂亮女生 幫你做份,之後呢 我嘗試過曾經有一次就是禁牌的 我不知道一天為甚麼這個女生不認識我 我現在就很不開心 她不認識我 所以你跟中國人不認識毛澤東有甚麼分別 他沒有弄教 交相交,可能我戴口罩,然後那個女生,她很搞笑的,那個女生我很深刻的,為什麼呢? 因為她已經去到穆文慧叫周星馳幫她畫個心的那個力道,做個文卷而已,她追了很久的 她突然間,我本來去旺角,我找不到我們現在用的器材,但器材的東西已經很困惑了,突然間不知道在哪裏飆出來,就說,喂幫我做穆文卷啦 又,又又是我,就是一個青春笑蟻來的,那你知道我在錄音室看著,要是天命,要是寶哥這些大哥 她已經抓到混蛋了,想撼頭白症死的,早兩天有些事情 突然間,有個妙齡少女青春笑蟻走出來,叫我做穆文卷,我當然知道那份文卷,又不是真的文卷 我見到穆文卷這麼短,又這麼粗糙的,你不要搞這些啦,都是不用啦,幫我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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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掠爛了我,在街上,在西洋蔡南街那些,又多人,由頭掠到尾 有沒有身體接觸,沒有,那個女生衰輸就是這個位置,差一點心態啦 她應該送點餅給我吧,如果那個女生的心態,那個女生就不夠決心啊 她領導就好像天命那樣掉了,就是這樣,你差點什麼啊,你露了心口出來,她就會幫你做份文卷 不是,你剛才看到這個target的時候,你不要走過去,你滾過去 神經病,她已經幫你做了,那份訓言 是啊,之後就是,她是掠了很久,我是去到有點尷尬,就是去到那個,喂,你不要這樣啦 你不要這樣啦,我知道你想怎樣的,OK,就是不要這樣啦,就是這樣,到最終就很辛苦 她黏了我一分多兩分鐘,是很久的,那她也是很有成功的情質 很有成功感,我去到一刻,我有點想請她做事,如果我是正常 這些成功特質啊? 是啊,她是真的有那個成功特質的,她真的那個傑而不死,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是啊,那但其實去你最帥的時候,最帥的不是每個人都 Sempre攜你的美式 應該不是,那應該是不是的,那幾個都是適合ru 所以就這些就是,如果你失去了擺這個位置,你就會感到那兩三個小時,你一定會感到很難受 啊幫我買啊,這樣有個女性,還有妙靈少女 這個就要講一下ABC法則有沒有講過 我們要講一下什麼ABC法則呢 你是更加不能夠碎的 ABC法則是什麼呢 就是A就是Advisor 就是那個最終SELSE B就是那個Bridge Bridge Queue 或者是八婆 就是剛剛那個女孩子 Bridge 或者是你的朋友 我們有什麼產品 有什麼生意計劃 不如我叫那個年輕人出來跟你說 那Senior就是A 也就是Advisor 就是那個刀手 那你的朋友就是Bridge 或者你叫殺手 你就是C 就是Customer 就是Customer 那如果你想想你上到那個公司 然後那女孩子就叫那個Senior出來 可能是一個很認識的MK仔 什麼都好 然後那個女孩子在旁邊 在聽 然後你不是很認識的 你明白嗎那個重點是 就是他要用心理壓力 你不是不幫我嘛 其實這個計劃也挺好的 其實我自己也有加入 其實五雞野你不是沒有 這麼大的人 還有呢 做女的SELSE是比男SELSE是有好處很多的 是容易很多 他真的可以吵咬你 那女孩子說 你男人老狗不是五雞野 你想來想去吧 怎麼吵女人出來 就是可以在這些位置的 但是你男人和男人都會被人打的 就是我 聽白兵這樣說 我想起我去旺角買東西的時候 都看到最近多了很多妹妹做問卷 但是我沒有 一向都有的 我沒有白兵這麼善良的 他走過兩位 就吵的老母 不懂字的 走過兩位 不懂字的 很強 很強的 那種挖強的 很不懂字的 你不要過來 很不懂字的 那他也是 我打分工 之後下面會有人留言 有什麼公見 天命單是有原因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句是很興奮的 這句是 你又說你什麼人速無害 哈哈哈哈 你又可以說他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這就是那種澎湃 真的不是說笑 很難可以想到他這樣 這個是天命對於生命的黑暗 那些強烈的兇數來的 是啊 是啊 你這樣幫我這樣鬥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你們這樣說完 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是壞人 你拒絕他 是OK的 但是你拒絕這個方法 是很有創意的 哈哈哈哈 不過也透露了你的性格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是有創意的 值得賺的 我不懂字的 哈哈哈哈 這下都爆了 哈哈哈哈 是啊就是這樣 是啊 是啊 我的耳朵有個角在那裡 我已經黏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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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貓來的 哈哈哈哈 好 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就是那個 直銷 你要面對 或者你預期 你的朋友是有面對過這些 所以他是獲獵了 而當他沉了下去 他就認同了他的 是啊 他已經是整個被他改變了 他的價值觀已經改變了 他不只是被人改變 是很多人做了決定之後 就算那個決定是沒有任何的支持 他都會合理化他這個決定 認為這個決定是正確 沒錯 他是一直接受人家去改造自己的同事 他自己是在改造自己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人性的 是 就是你人就是 就是很少人會是勇於承認自己 我真的被人改變了 是 很難的 很難的 大部分人都是覺得自己是對的 是啊 那麼他做了一個決定 他就會找很多周邊的證據 來證明自己是對的 是啊 所以你其實都很難去叫醒的 就是除非 尤其是新鮮滾熱辣 剛剛扔20萬 你將來跟我說說我賊的 我丟你好不好 是啊 你是不是Fan來的 是啊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你要什麼情況的底下 其實他可能會有一個改變 或者叫做去脫出這件事 第一就是他面對著現實和他思想的一個 就是他幻想的同溝 就是那個同溝越來越厲害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我真的做錯了 第一個月我會找到十萬人的 第二個月其實是零 第二個月是零 第三個月是零 第四個月是零 那你自然就會開始想 其實我可能真的傻了 你會有什麼想法 那第二就是可能你有一個 就是你本身其實你都會習慣有一個獨立思考的能力 就是我在這裡我想都跟一些獨立思考去溝通一下 就是當然我認識也有些朋友做直銷賺很多錢 他都覺得那件事是很幫到人的 有的有的真的有人賺到錢的 但是同樣地很多人其實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 那我覺得其實你有沒有一個獨立思考的想法 去想這件事對於你本人是不是適合你 是不是適合你 或者是不是你是在做你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別人灌輸給你 這個就是我覺得是那個key point 就是如果多些人會有這些認知的時候 就世間少很多蠢的人 所以如果我真的要給個建議 我們那位讀者 他身邊的朋友這樣怎麼算好呢 我就有一個簡單點的方法 因為你跟他爭論到面紅意錄都沒用的 就是你吵架那些香薰 哪個買啊 那麼貴 你有沒有去過什麼什麼百貨公司看 沒有人這樣買香薰 沒有人會跟你買香薰 市面上是不值錢的 因為你這些是說服不了他的 我覺得最終就是 如果你不想沒有這個朋友 因為罵完膠他會繼續在那裡 而你沒有一個朋友 那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到最終就是 其實你也可以跟他說做生意沒有問題的 你用這個方法做生意都很多人賺到錢的 也沒有問題的 是 重點是如果你不適合 你要怎樣才發現你不適合做這份生意 還有你要給自己多長時間 譬如我真的給半年 給一年時間的 那你就輸了二十個就二十個 但是你就是要知道你適不適合做這件事 就是不要磨爛隻 或者你做生意很厲害 但可能你就是不適合賣香薰 你就當八字不合 總之可能你給半年一年時間賣不到就算了 還有你要很明確地跟你的朋友去展述你自己的取代 就是用一個可以叫做很理性 不要帶那麼多感情的事跟他說 你做你的事我尊重 但是我自己真的 我覺得自己不適合也好 沒有興趣也好 用一個很理性的語氣跟他說 你走你的陽關道 我有我的獨木橋 很文采 很文采 我還以為白兵會有一些絕招 好像有些撞邪的人 有些絕招 夾一夾他的手指 拿紅筷子一夾到他的手指 我聽回來的不是 是師傅在那裡 一啪下去就立即搞定了 絕招來的話 好像你見過 好像你見過 對 這個是光哥的朋友的經歷 有緣叫光哥說鬼故 光哥也有很多鬼故 人生是衝過去很激烈的 是啊 那你的建議是什麼 你有什麼高見呢 我是沒有建議的 坦白說 因為其實我是回覆了那位觀眾朋友 就跟他說 你放生他們 我會直接說 我也有一個類似的經歷 你在邪教裡面 其實你除了自己想通之外 是沒有人可以拉走你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邪教徒 他家裡的人捉走了回家之後 他會離家出走回邪教 所以你自己想通是不會幫到手 自己想通不是說 喂 我一年 我扔下去那二十萬都賺不回來 每個月都零收入 其實呢 都不能回來 因為邪教會不停灌輸邏輯給你 你現在沒有 將來有 現在這一年是不幸運的 你繼續留在我們這裡 喂 那裡有一個朋友 三年零八個月沒有開過單 第一張單 他現在已經有錢過你家成了 這個人很有記事感 是啊 他會不停地繼續去燃油到你團火裡 但是你不知道你團火裡 在燒你自己的屋子 他不是他在用你的屋子來做燃料 是啊 我都有句話可以跟聽眾說的 就是 你是不能夠為你以外的生命 就是朋友的負責 所以你做了你覺得你應該要做的事 就是OK的 而且是真的跟 因為我們如果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是曾經跟恐懼鳥和哥哥 是做過一集 是說洗腦的 那他裡面說的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你識招就可以破 不是你識招不一定破到招 但是呢 你過來的時候 你會知道 原來他 這個 吊大家閉上眼是這個意思 後面播這首歌是什麼意思 他這個語氣的改變是什麼意思 其中一樣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知道 直銷為什麼這麼賺到錢 其中一個很關鍵很關鍵的位置 就是他賣的東西其實是賤價賤到很離譜 無理比較高 才可以有這麼多錢代代分下去 就是說可能你說 什麼 紅酒一百元之很正常 你有沒有想過可能去紅酒實際上 那個批發價是兩元一至三元一支 就是要賤到這樣 才可以提供到這麼多利潤給你這麼多不同的銷售 我沒有記住好像要有70-80%的GP 即是Gross Profit 你才可以拆到一些計劃出來 沒錯 就是你要割很多出去 因為你的毛利要超高超高超高 你才可以做到直銷的產品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有朋友 可能身陷險境也好 或者是他在考慮的話 你要理解這件事 就是你本身第一 不值得用這個價錢去買垃圾回來 直銷呢 說到直銷其實有兩樣東西 那些人會很想說 就是有機會 不知道今次寶哥會不會幫忙解答到 就是這個塵壓式推銷和龐氏騙局 這個其實是有兩個分別的 先說什麼叫龐氏騙局 就是龐氏騙局簡單點說就叫中金 香港中金其實都是屬於犯法的 什麼叫中金 就是你打個譬如 現在有一個人就扔一千元下來 然後你可以叫人來 但你什麼都不做都好 你在兩個星期後 你已經會有三百元的了 就是當是這樣 那這些其實 你投錢進去 而裡面也沒有一個 他叫產品的或者服務的 給了出來的情況下 但是你又會有一個利益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我們叫做中金 就是你把錢放進去 無緣無故的生存出來 那玩這些東西的關鍵是什麼 就是天至第一號 就是如果你是 因為這些一定是終極一定是必須爆工的 這個遊戲其實就好像音樂耳一樣 就是你早點坐 你又來到場 你又沒有再投放生的錢 其實有機會是有人賺到錢的 就是在歷史上 美國都曾經有一個中金的一個機構 最後爆了 但是大家都可以安然離場 為什麼呢 因為那間公司 因為那間公司有很多錢 就一直派一些 就是派一些錢出去 比如一百元我當我派了五十元 然後我會繼續派 就是永遠都可以派 到有一天 我們搞不定了 即是新入的人的速度 因為要越來越快 已經是追不上派錢的速度 那間公司爆了 那間公司就破產了 但是最後很戲劇性 最後每個Mamber都有錢分 為什麼呢 因為那間公司拿了一些錢 就是除了派出來之後 他自己拿去投資 就賣了一塊地 還是不知道賣了什麼項目 給政府收了 之後賣了一塊地 就有錢 但是大部分都是捲錢走路 現在比較多的例子就是 在好幾年前大陸是 中國大陸是很多的 都是一些網絡的P2P金融 就是很多很多這樣爆煲 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 就是中金 那層壓式推銷是什麼呢 其實剛才所說的 剛才所說的那些2XC 那些就是Exactle 它不是犯法的 只不過你買的東西 很不合常 但是它就是什麼呢 你透過都是一層人傳人的方式 但是你裡面會有產品 你會賣了一些產品 或者服務出去的 那其實都不算犯法的 純粹那個產品 先講一下那個中金 簡單講就是中金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是空氣來的 純粹派錢入錢的速度夠快 入錢的速度夠快 你就派好錢了 那它是賣一個概念 或者是賣一個概念 就是引你投錢下去 就是今天我聽過那些很冷咬 什麼是在北韓起賭場 是北韓起賭場 是的 我有聽過這些 所以我有個朋友之前爆了的 在那個東歐不知哪裏 又是起賭場啊 杜甲屋啊 就是一個假的概念 我們集夠多少億呢 就可以開賭場 開個杜甲村 然後每個去旅行一定去的 我們很漂亮的 然後這樣賺錢 就可以給你錢 就是這個假的故事 其實什麼都沒有 那陳阿飾真的有東西賣的 不過純粹呢 有兩大問題 一就是那樣東西的價值在哪裏呢 那個價值是沒有的 OK 還有在市面上呢 是不compatible的 那個價錢會貴一些的 OK 即是又沒有競爭力 又貴一些 那這個就是陳阿飾的問題 還有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它的入會方法 就是你要賣到這個東西 你要拿的貨 中間就是經常說那些直銷的計劃 那個計劃和它那個營運手法出了問題 即是今天你說你真的要賣那些叫做蛋白粉的 那可能那個工價是10元 你真的賣到30元 因為你中間很多層 然後你要塵壓適感賺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你真的要賣30元就你厲害了 那買一個笨實而已 但是就 還未能夠叫騙人 其實最好想的那個位置 是 你在裡面的那個運作的方式 即是一個類近邪教的運作方式 令你迷惱了 覺得那間公司很好 覺得你的蛋白粉和別人的蛋白粉 你那個真的好多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即是我覺得其實 那種瘋奪你的個人意志 用一個洗腦的形式去營運制 即是我想是其中一個最引人救病的地方 是 這個是一個關鍵來的 那但是是很有效的 我見到 那事實上是 即是香港都很多 即是正規的信仰的團體 都很貴重的 是 即是他們都是借鑑的 用一個方式 用一個宗教的形式去 去改造他的員工 是 沒有的 即是你站在一個老闆的角度 如果全部人都當你神錦拜的 那你的公司自然是走得很順暢的 是 因為你一下命名的人 又不會想 又不會勝利 你的利益自然就很高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全部都當你神錦拜的話 就算那個系統有缺陷 他們都會因為對你有崇拜而無視了這些東西 是啊 這個絕對是 即是大陸很多 這些 可以說一下在不同地方 即是在不同的國家 都很多這些直銷或者玩法 當然是美國帶出來 其實美國 然後第二個最有名的地方 就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超多 馬來西亞是超多的 每一個馬來西亞人都應該認識過這些騙子 甚至他本身就是那個騙子 其實大家有去過馬來西亞跟他們聊聊天 每個人都 騙子的 每個人都一定有進去 即是一定有朋友在做 必然一定是隔一層 即是那個 這個就是 我忘記了誰跟我說 我想是文化來的 就是當初 當初就是有一班 我不太確認我的故事 為何馬來西亞這麼多 就是因為他們又懂中文又懂英文 所以只有他們可以學到美國的那一套 就進去了馬來西亞 所以馬來西亞是先玩的 然後再去到大陸 其實香港很多 因為大陸絕對是犯了法的 因為這些錢不是去了黨島 當然是犯法 所以其實之前疫症未盛行的時候 大家早上去一下尖東那個噴水池那裏 尖東這個地區是很神秘的 即是很多偏門的事情都在那裏做的 所以其實之前疫症未盛行的時候 會有很多穿西裝的朋友 操大陸的口音那些人 是一站一站圍著要上南洋中心那些 即是很明顯是在做這些事情的 他們很喜歡在酒樓裏做洗絲大會 很害怕的 荔枝國那些 很多的 八三人 福建幫那些 但是他們的洗絲大會 就是他們去聽我教主講話 去圍著嘻嘻哈哈 因為其實他們的獨立私有能力弱 弱的 要很弱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 我想就是 叫做 直銷 或者叫陳亞色推銷這些 說少少 就是會經常遇到的問題 遇到的事情 如果有聽眾遇到這些情況 都想分享一下 你們留言 或是PM我們都可以回應一下 是啊 看看有沒有能幫到手 或者問問其他行業都可以 什麼行業有興趣啊 我們想題目都想得很辛苦 等一下整個問殯儀業就麻煩了 我也有朋友做殯儀業的 看看可以邀請到他上來講一下 哇 過了七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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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門先 是啊 好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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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